2020年7月4日这一天 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天 与谭第一人发文正式告别国家队 为他20年的国家队生涯 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而这一消息同时也宣告着 邻里时大的落幕 这个人就是拥有着 20个世界冠军头衔的 双圈大满冠选手林丹 被称之为神将的他 就此挥别了他未知热爱的赛场 没过多久 林丹退役的消息就迅速登上热搜 有粉丝在看到这一消息后表示 没能在现场看一场你的球赛 是我最大的遗憾 回首林丹的20年 有着太多让人激动人心的时刻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 林丹的那些高光时刻 林丹1983年 出生于福建的一个普通家庭 在他5岁时就开始接触羽毛球 并且对其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热爱 再加上自身在羽毛球领域的天赋 也让同龄人所不及 因此在父母的支持下 他参加了各种羽毛球的训练班 这使得他的羽毛球技术进步神速 因为有着较好的底子和惯用左手机球 这也让教练对他十分重视 拥有着出众能力的他 也开始慢慢地崭露头角 12岁 林丹便夺得全国青少年比赛冠军 因为表现优异 被解放军队看重 随后开始入伍训练 在军队中的沉淀 让他逐渐变得优秀 终于在2000年的时候 成功入选国家队 自此之后 林丹便与羽毛球结下了不解之远 进入国家队后的他 开始各种训练 再苦再难他都坚持了下来 2002年的时候 林丹参加了全英羽毛球公开赛 作为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比赛的新人 就能获得南丹第三名的好成绩 也是相当不错了 同年 在韩国羽毛球公开赛中 林丹击败韩国选手一举夺冠 年仅19岁的林丹 就这样登上世界羽莲排名第一的宝座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 他开始逐渐地被国内外的媒体所关注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林丹的个人实力提升飞快 逐渐成为中国羽毛球队的绝对主力 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 林丹以世界第一的成绩参加奥运会 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 作为夺冠热门的他 参加雅典奥运会时 在与世界排名第十的 新加坡选手苏西洛的较量中 并没有延续之前的幸运 最终以12比15和10比15连复两局 在首轮就被对手淘汰出去 而林一轮这个称呼也由此产生 在雅典奥运会遭遇滑铁炉后 林丹开始不断提升自己各方面的能力 经过自己不懈的努力 最终在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林丹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的巅峰时刻 启动速度快 爆发力强的林丹成功打败对手李宗美 拿到了属于自己的首枚奥运金牌 那一天对于林丹来说是值得纪念的一天 当时的林丹在亿万中国球迷的见证下夺冠后 激动地抱着教练李永波动哭 那个画面可以说是相当震撼 没有人知道他的这个奥运冠军来得有多么不容易 在此之前 林丹虽然多次拿到国际大赛的冠军 可唯独差一块奥运金牌来证明自己 在林丹实现梦想的时候 对手李宗美也开始了奥运三联亚的争承 林丽时代也有了一个完美的开端 对于运动员来说年轻就是资本 可随着林丹的年龄逐渐的增大 他在技术方面也需要有所转变 变速突击打法是他推动羽毛球变革的一项技术 可是这个技术对于体能的要求却是十分严格 林丹逐渐开始向技术流转变 赛场经验丰富且十分灵活的他 很快就适应了比赛的节奏 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时候 林丹和李宗美正值当打这年 在这场邻里大战中 双方林丹处于职业生涯的末期 虽然在他之前就拿了不少大赛的冠军 可因为年龄问题能力有所下降 最终在半决赛的时候赋予李宗美美能进入决赛 让众人没想到的是 这次的李宇奥运会将成为林丹的最后一届奥运会 因为疫情 世界雨坛一直处于停摆状态 而东京奥运会更是延迟一年举行 这无疑是让林丹的奥运前景蒙上了一层阴霾 本来在全英公开赛后 林丹随着国家队封闭训练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世界雨联的赛事重启计划一直在变动 加上林丹原本身上就有伤病 最终还是做出了退役的决定 而这一消息也意味着林丹将无缘明年的东京奥运会 林丹在职业生涯期间创造了无数个难以超越的记录 这一路上虽然充满鲜花和掌声 可也有着艰辛与痛苦 林丹的成功影响着一代代热爱羽毛球的年轻人 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雨谈历史第一人 因此也被誉为超级丹 在他长达20年的国手生涯中 两夺奥运会男丹冠军 五次问鼎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男丹冠军 林丹拥有的20个世界冠军头衔至今无人能敌 他的可贵不在这20个世界冠军头衔 而是在挑战人生的极限和实践体育精神 林丹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每个煎熬的时刻我都会对自己说 让自己的体育生涯可以再拉得更长一些 比起年少单纯的追求名字 这些年我更想挑战一下一个老运动员的身体极限 如今的林丹有着幸福美满的家庭 身家也已过亿 他的妻子想必众人也是十分熟悉 林丹妻子名叫谢信芳 也是羽毛球运动员 两人因为羽毛球运动而结下缘分 谢信芳在多地全英赛女丹冠军后 浪漫的一幕出现在了女丹颁奖典礼上 林丹首爆红玫瑰 在全场观众的注视下 上台为自己的女友献花 这让全世界都感受到了这对羽谈情侣的甜蜜 谢信芳在采访中曾说到 愿意在2008年以后 做一个为林丹煲汤的女人 在2012年的时候就在北京的一家体育馆 进行了婚礼仪式 这是为了纪念两人相知相遇的场景 由于他俩是在体育馆的共事过程中积累的情感 因此会选择在这样的地方 拜上一场盛大的婚宴 婚后两人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小男孩 林丹给我们留下了一场场经典的比赛 是时候回家陪自己的家人了 退役之后的林丹在家人的陪伴下很幸福 希望他能够一直这样幸福地生活下去 这就是林丹的传奇人生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